大家好 今天武漢市新型肺炎防疫指挥部 他发了一个新闻 就是10号文 他的文件规定 只要是与 那些确诊的病人 发热的病人 有密切接触的人 就要隔离起来 他现在各个区域就准备搞一个隔离点 隔离中心 那么他这个呢就是针对我昨天的问题 他昨天晚上 不是我说12点的时候 主要把我放了 然后呢因为可能没有 没有相应的隔离我的文件 知道吧 那么今天呢他就出了一个文件 他就抢了 就出了一个文件 那么只要是你跟这个 武漢肺炎的病人接触了 那么就隔离你 那就等于 以后的这个 这个武漢肺炎的病人 就不能再有人去接近了 就不可能再去采访了 你再去采访 这就隔离你 就不允许采访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像我跟他们接受过了 那么他就有理由来隔离我 所以了过几天 可能是不是今天明天 反正这两天 他们就可能过来把我隔离了 隔离了呢我就跟大家就十年了 有可能 只要是大家联系不上我 我就是被他们隔离了 那只要联系不上我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我 知道吧 我没有病 我没有感染 我体温非常正常 知道吗 我是尽尽处处处处的量体温 非常正常 那么只要我被隔离了 大家就找我 好吧 但是这两天他们可能就要行动了 知道吗 他就放在各个区域隔离 好 谢谢大家啊 非常感谢大家 大家好 因为这个视频在转的时候呢 可能还是要加上名字 知道吗 有些人还听不出我的声音 因为我是从昨天一个晚上没睡嘛 到现在一直没睡 知道吗 我就是想到他们肯定会 想办法还是要隔离我嘛 或者是什么办法 发我的号啊 反正他是 他们会去对 用他的方法吧 用他的办法嘛 这样呢 我就是 凡是跟我联系的朋友 我都先联系上 是吧 联系上他 如果再怎么样 把我隔离的话 怎么也好啊 起码大家联系上了 嗯 我再说听之后 我叫方斌 凡是以后大家联系不上我的 我肯定会跟大家联系 我肯定会在的 凡是联系不上的 证明我被他们隔离了 好吧 希望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找我啊 这样呢 就是形成一个 我不是说要全民自救 全民互助 这样的一个运动吧 这个运动的一个特点 就是一 你根据你身边的情况 你就反映真实的 是吧 跟着这个疫情真实情况怎么样 你去反映 是吧 你把它这个 录个视频也好啊 发出来也好啊 这是一个要做的事情 再一个我们一定要求公开透明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一定要互相帮助 我就主要这三点 一边说 我被他们隔离了 我没有病 没有毛病 被他们隔离了 这样呢 就大家就要这个 互相声援 是吧 然后呢 就给他们压力 是吧 就不能够让他们把我隔离了 就这样一个意思吧 好吧 谢谢大家啊 非常感谢大家